一停到警报声对他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 全部躲进超市避难 标签非常无奈 两个礼拜天天轰炸 警报声又响了 没有一天是安宁的 几乎九成的店家都关闭 这间超市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只能跑到这里补齐粮食 频频受到袭击 造成居民莫大的阴影 很多人没这么幸运 只能靠自己躲避袭击 目前已经有1200枚 导弹瞄准阿什克隆 其中200枚没有被拦截 直接命中目标 而这里是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大城 港口运输也几乎中断 车全被烧得焦黑 甚至有些只剩下骨架 地面一个一个凹洞 随处可见都是被炸毁的 趁着相对安全的时候 清洁人员到街道协助整理环境 家不是家 到哪里都不安全 很多家庭被迫离开家园 能躲过一劫是幸运 随处都能闻到火药味 地面都是碎片 店家亲眼目睹 自己的店被炸毁 以色列居民想恢复家园 但随着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 持续护红 要停止战火 恐怕还要好一阵子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